第二点我们介绍八语体规则 Arctate这个就是八 它是在1916年由美国科学家Louis 4 他所提出的 他认为说 惰性气体不容易跟其他元素化合 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是因为它的价格层完全填满电子 我们观察这里 多性气体除了氦之外 氦的电子只在第一层 就是K层 只含了两个价电子 其他的最外层 像奶第一层两个电子 第二层有八个电子 牙第三层也八个电子 个也八个 山东 最外层的价格层都有八个电子 所以他们的化学性质非常相似 都非常安定 不容易跟其他原子化合 所以Louis认为 如果原子的最外层电子 可以是八个电子的时候 它会最稳定 我们看第二点 当原子跟原子结合的时候 可以跟同种或者不同原子结合 他们会倾向失去得到或者共用电子 就是使它最外可乘电子的分布方式 跟宁静的惰性气体一样 好 这个宁静 大家要解释一下 就是满足八个价电子 就称为八余体规则 我们先来介绍原子如何失去最外层的价电子 而形成惰性气体的最外可乘电子分布 来我们来看铃 铃在第二周期 第一层是2 第二层一个价电子 铃如果失去一个价电子 就会变成2 就跟hide的电子分布情况一样 所以铃喜欢失去一个价电子 就变成正义 铃也是 铃是第三周期 所以它是281 第三周期的第一个元素 所以铃只要失去一个价电子 就变成28 28就是铃 刚这里写下 hide的电子分布情形一样 所以铃喜欢失去一个电子 所以铃会带正义 所以刚有提到说 原子最外层电子的分布方式 会跟临近的惑性气体一样 临近哦 那失去一个电子之后 会跟铃的电子分布情况一样 不会跟hide一样 会跟它最接近的惑性气体 电子分布一样 再我们看铁 铁是第四周期的第一个 2881 失去一个价电子之后 就变成288 就跟铁一样 所以它也带正义 好 那铁也是 铁是第二周期的第二个 所以是2 2 它只要失去两个价电子 往左边跳 跳一次 再跳一次 就变成hide 所以它带正乱 失去两个价电子 铁也是 铁是第三周期的第二个 282 失去两个价电子 往左边跳 失去一个 再失去一个 就变成奶了 28 铁是变成hide 所以铁是三个价电子 就变成hide 所以铁是三个价电子 就变成hide 铁也是 铁是第三周期的第三个 283 所以它失去三个电子 往左边跳三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就跟奶一样 所以铁会带正三 好 这边看这个 倾向得到电子 好 我们再回来看周期表 好 我们看符 符是第二周期 第七个元素 它只要往右边 跳一个 就增加一个电子 就跟奶的电子分布一样 28 所以它是负一 得一个电子 绿 287 它一样 只要往右边 多一个电子 就变288 跟亚的电子分布一样 所以绿也带负一 再我们看养 养是26 所以养要变28 只要往右边跳两次 得两个电子 留 286 所以往右边 得两个电子 就变288了 所以就带负二 好 蛋也是 蛋是25 所以往右边 跳三个 就变成28 所以得三个电子 所以蛋是带负三 再来我们介绍 共用电子 举个例子 氢的价电子是1 另外一个氢原子 价电子也是1 两个氢原子结合的时候 和电子车 还能带负三个氢原子